第二十三題 如果要進行光學實驗 觀察官的射散現象 下列哪一組實驗器材最適合 我們前面教過了 雷射光是單射光 不會發生射散現象 所以答案不可能是選項C 也不可能是選項珠 那我們這個紅色LED燈 表示它也只有紅色 那麼當然也就不會發生射散 所以選項B也是錯的 所以只剩下選項A 太陽光跟無色玻璃珠 玻璃珠就像是三菱鏡一樣 它有進去跟出來會發生折射 然後使得太陽光的器材的光會散開來 所以第二十三題問我們說 下列哪一組實驗器材最適合 我們答案選的是A 太陽光及一個無色玻璃珠